我沒有擺養她那麼多年 她真的很小似的 做了這麼久要離開 也真的是會有一點不捨啦 我不知道她的松花還用這樣子的方式 怎麼一下子一轉眼她就退休了 然後我在國小的時候 就已經在藥局轉來轉去 然後國中的時候就開始在這邊做義工 刀藥水啊 幫幫藥局一些忙這樣子 可是到現在已經變成是我們是一起的同工了 就是突然一個感覺想說 媽媽就是過幾天要上台 就是告訴大家她要退休了 我想說好像我也要一點表示才行 所以我就想到她真的就回想了 從國小到現在就是這一段在冬季的時光 因為自從有我小孩子之後 我才發現養小孩真的很燒錢 所以必須要認真工作才能養好一個小孩 她很貼心啦 很會想會為老人家想 像我之前因為我眼睛開刀 就算整個月幾乎都是每天都 她白幫我洗頭 所以持續了一個月的時間 她剛好發揮護理的專業 馬上洗頭 趴著洗頭 對 跟媽媽在同一個醫院 就是要下一個比較大的一點的決心嘛 因為通常小孩不會想要跟父母在同一個地方工作 對 那後來來了之後發現 真的就像媽媽說的一樣 就是手術室真的是一個很不錯的單位 冬季的氛圍真的是不一樣 就是完全是一個有點像大家庭的感覺 所以茶喝讓我一瞬間又突然過了五六年在手術室 從事護理也是自己想要走的路吧 那手術室就是更是找到自己在護理裡面最喜歡的方向